大家好,我是李洋珍校长 今天为大家声演的故事 是《问题爸爸对问题儿童》 自从爸爸因病去世之后 家里就变得很不同 爸爸去世之后的第一个礼拜 妈妈抱着我和海亮狠狠地哭了几次 将我和弟弟的肩膀都哭得湿了 自此之后,家里就再没有出现过 他爽朗的笑声了 就是这样,12岁的我就要做男子汉 因为爸爸是加拿大迹人 为了近爷爷妈妈和叔叔嬸嬸 让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妈妈就决定带着我和海亮去温哥华 还记得搬入新屋的第一晚 四周围整得好得人惊 完全没有人声车声 只是得间歇着的重叫声 我回来回去都睡不着 忽然房门打开了 哥哥,今晚我和你一起睡好吗 海亮有点害羞地说 没多久,弟弟就在我身边睡着了 我还睡得很暖 发出小小的鼻寒声 我看着弟弟胖的样子 节目上还挂着一粒眼泪珠 大概是刚才睡不着的时候哭过了 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我常常都欺负他 和他欠东西玩 和他欠电视看 爸爸妈妈常常叫我让他 我总是觉得他们偏心 事实上 弟弟年纪这么小 是需要我们照顾和爱护他的 过了几个星期 我们安顿好 海亮在厨房的窗口 忽然他大声地叫了一声 大件事啦,哥哥,你看下 这个时候 后院已经变成劫后灾场 细瓜皮、鸡骨、鱼骨、菜叶、粟米芯 橙皮废纸、胶袋满地都是 原来妈妈昨天将一大袋垃圾 放在厨房外面 可能他太累 临睡的时候 忘记了将它放在垃圾桶 盖好盖 这群大黑鸭 以为我们为他们举办盛宴 就将胶袋垂开 开了一个大食会 哥哥,我去说给妈妈听 不要啊,海亮 妈妈太累了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我拿了一个垃圾袋 两对胶袋套出来 和弟弟一起带起 我们首先收起西瓜皮和胶袋 再将细碎的垃圾 掃入袋里面 再将袋口扎好 放入垃圾桶 洗净对手 我们先坐下吃早餐 心里感到很快乐 这样妈妈就可以睡多一会儿了 海亮说 看来他都开始懂事了 这个星期 妈妈任教的中文学校考试 他很忙 没有空掃树叶 想不到几天之内 垃圾就几寸口 妈妈今天回来得特别早 想着抽时间将垃圾清理好 他下车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谁将树叶掃走了 是谁将花圆清理好的 妈妈笑了出来 她抱着我们两个 海亮和天蓝到长大了 可以帮妈妈忙 真是好 那一晚 我们和妈妈一起睡 她的床很大 大得好像航空母船一样 而停在上面的两只小飞机 我和弟弟就安全舒服地 睡在上面 在梦里我见到爸爸 他微笑着 因为这样看着我们 我会对大家看着我们的